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 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来谈谈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注定失败 关键的原因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作为它坚强的基石 著名的历史学者马勇 在他的专注谍变 鸦片枪炮和文明进程中的中国 在1840到1915 特别提到了洋务运动的缘起 指出是清政府接受了 当时英国驻华五官的建议 开始了自己的强军工程 强大军队 为了强军 疑似乎就有第一批的西式的军事工业 西方式的军事工业 有了最早的海军教育 马尾造船传政学堂 有了造船业 由于那个时候一切都掌控在政府手里 以这些强军工业相关联的任何辅助型的工业 也都由政府一手垄断 所以我们看到这后来被称之为洋务运动 自强新政的变革 一开始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的色彩 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以后 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就结束 之前创建的这些军事工业 毕竟是大清的国有资产 不能够随便就收贪 疑似乎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 继续的存在和发展 逐渐演变成一场 当时的清王朝指导之下的工业化的运动 而中国近代中国终于因为这些机缘 因为这些机缘巧合 从原来的农耕文明走出来 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 马勇说在这场工业化的运动中 后来的很多人的检讨和抱怨 都是那么认为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 的名字为其那样 从政治变革 社会变革 教育变革方面入手 只是学习了西方一些皮毛 而忽略了西方富强的根本 包括严富 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 都是集中精力的批评 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 大家都知道很熟悉 高考一定要考到的单词 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马勇的看法可能比较温和 他说假如 实事求是的复原 19世纪后半场的中国的发展 也必须承认 中国的自强心政 由于不学西方之本 只学西方之末 只在尖传利炮 声光电话下功夫 因此 中国的当时的发展速度 跟日本相比是远远高过日本 187年1885年 主持洋务的李鸿章 跟日本的外交代表 有过坦诚的交换意见 李鸿章并不认为 中国埋头发展经济 发展军事 淡化政治 社会 教育 改革 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事实是这样 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 满清帝国 就从根本上扭转了 19世纪初 国力开始下滑的趋势 1890年前后 清帝国的经济总量 军事实力 尤其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 都被各国撤平为国 亚洲第一 位居世界前列 也必须看到 中国的工业化 城市化 应该说 那几十年 确实获得巨大的发展 那个时候 中国的政治精英 知识精英 除了极个别人之外 大多认同 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 张之洞 甚至到了1898年 还在坚持 他的劝学篇中 重申 应该坚持 中体西洋的既定方针 不能够因为 甲午之败 而动摇 两个凡事 但问题在 问题在 甲午战争之败 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 就是这个中体西洋 就是这个中体西洋的方针 严富梁启超 等人把他描写了一千不止 说他耽搁了 中国几十年 以时乎的甲午之后 因为战败 而有了违心 有了变法 有了新政 有了宪政 有了共和 直到民国的成立 甲午之后不出二十年 中国就走完了 西方国家 如英国 法国两国走了几百年 还没走完的路 走向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马勇的意思说 静代中国是在悬崖上行走 命悬一线 一点也不为过 所以马勇说 假如实事求是 当然这一点 大家知道 现在是做不到了 他其实是赞成 没有政治体格这一块 就导致了中国 曾经遭遇过的重大的挫败 洛兰对洋务运动的结论 就是一句话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为基石 洋务运动注定失败 1861年的1月11日 咸丰房地在临死之前 签署了一个重要奏折 批准设立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 筹办仰仪务的总理衙门 外交部 或者专门来筹办洋务运动 一场对后事产生 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 就从成立总理衙门而展开 我们都知道 经过了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 以及国内风情用了暴乱的重击 清王朝终于意识到 自封的天朝上国 只不过是个千疮百孔的臭皮囊 如果不加以改革 以后不仅只会挨揍 甚至可能被被殴致死 活活被打死 以似乎洋务运动 就出现了这样一群领军人 领军人 是公亲王 丰江大力 曾国潘 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 也就是这些人的改革思想 或者改革思维 可以溯源到1861年之前的20年 但是这里要谈到魏元 魏元在林哲学的鼓励之下 他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 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所以1842年 魏元铸成了海国图治 就提出了当时识破天津的主张 魏元说洋人 洋仪和传统所称的中国周边未知王化的土仪 少数民族完全不同 他们明理行义 上通天象下插地理 旁侧物情贯穿古今 是天下的歧视 域内的良友 他痛斥那些使报华尊一杯的传统观念不放 拒绝在西方学习的外道士 称这些人是目光短浅夜郎自大的 下从与井底之蛙 魏元坦诚 洋仪在很多方面比天朝先进的多 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著名的主张 叫做施仪长祭以制仪 也就是说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 用来制服洋人 尽管在现在的人看来 魏元的施仪的目的是制仪 未免有点狭隘 但是在封闭制大的清王朝 这个主张无疑具有巨大或者非常巨大的进步利益 公亲王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 正是基于魏元的施仪制仪思想 拉开了中国清朝洋务运动的大门 所以我们说不能够否认 洋务运动的很多举措 不仅在当时是开创性的 而且为后来的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然大家想象得到洋务运动的开展 遭到了顽固派的极大阻力 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 李鸿章要上下运作游说的20多年才实现 1865年 美国商人在北京先入门外 修建了一条只有500米的铁路 作为样品 这竟然被顽固派所不拢 几天之后被布军统领衙门所拆掉 把他当成低端领口给干掉 1880年 頤和洋行 就是香港的頤和洋行 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无松口的铁路 却被官府以压死一名士兵为借口 花了28万两的白银买下来 然后拆回铁角 扔到了大海 愚昧而不可知 1881年 清政府终于同意修建一条 从唐山到旭阁庄的铁路 但是这条铁路仅仅是用于减实沿途的煤炭 而且火车不许使用火车头 是用马和毛驴拉着车厢在铁路上走 所以江文那个让纸袋飞一会儿 出点马拉哥逼的 马拉列车 就这么回事 所以尽管阻力重重 但是那个时候的 慈禧太后对此洋务的伴洋务还是默许的 尤其是有咸丰的一命 总理衙门 说洋务派在很多方面的 还是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比如说 第一 创办新式学堂 京师同文馆 大量翻译外国的经典 福州的传政学堂 上海的机械学堂 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 第二 选派留学生 1872年8月选派30名幼童 到美国留学15年 随后又派了几批 一共是120名幼童 到美国欧洲留学 这被后人的历史称之为 中华创始之举 古来未有之事 第三 翻译了西方的书籍 洋务运动 纯绪的35年间 文化出版是空前的繁荣 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 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科技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 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尖兵 让国人眼界打开 第四 创办报刊 在此之前几千年 中国只有书而没有报 洋务运动 把西方报道时事政治的报刊 引进了国内 创办了申报 万国公报 循环日报等20多种的报刊 让中国人能够比较及时的了解 国内外的新闻 由此打破了平民不得意证的禁忌 第五 开办新式企业 这是洋务运动 最为力竿见影 也是国家和老百姓 注意的最大实惠的成就 当然首先发展起来的军工企业 随后就出现配套的 自铁业 航运业 矿物业 相继出现 这些企业引进的是 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采用机器化生产 前所未有 这对于促进中国近代经济 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六 组建近代化的海军 1888年的北洋水师的成立 标志的洋务运动达到了巅峰 北洋水师主要是由德国 英国购买了铁甲舰和巡洋舰 定远 镇远 京远 所谓八大远组成 总计25艘的军舰 50艘的辅助舰和30艘的运输舰 总吨位34000多吨 号称远东第一大舰队 镇远 镇远 八千吨 在当时的首屈指 这两艘军舰到了日本长期 日本的天王吓坏了 就绝食 不吃饭 十年不吃肉 节省夏天要买军舰 在日本掀起了至上而下的捐钱 兴殿军舰热潮 美国汉学家 瑞玛丽是这样评价 洋务运动 不但是一个王朝 而且是一个文明 看起来已经崩溃了 但是由于 19世纪60年代的一批 杰出的人士的非凡的努力 他们终于实力求生 在延续了60年 洋务运动为清王朝续了命 他那自己的命运 就随着着巅峰之座 北洋水师 在甲午海战中全军忽没 寿终正寝 有人认为 洋务运动葬身奉行的 优胜态劣态 逝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 即便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 洋务运动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因为他缺化了一块 那以持续发展的基石 就是制度改革 按照今天的说法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魏元的海国图字 列起了洋仪有四大长计 第一思想文化 第二教育和人才培养 第三军事和科学技术 第四政治制度 这来说去 这就是洋人的根本 洋人的基石 是政治制度 而恰恰是政治制度 洋务运动改革的想法都没有 他只能选举逼西 只能着以西 复带逼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 从政治体制改革下手 他们也没有这个眼界 能耐和魄力 这就是一个僵化腐朽的制度 就像镣铐一样捆绑的改革的双脚 让了改革的步伐 举步为一件即便费尽的心血 取得的成果 终究会被这落后的制度 一步一步的蚕食掉 洋务派办的企业 基本上是三种形式 官办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贪腐 管理 拖沓 效力低下 企业生产能力成本高昂 没有办法持续太久 跟央企国企差不多 北洋水色的铁甲建 只有一艘 是湖州传政局建造 因为成本太高 没有办法自己建 改为国外进口 而国外进口的价格 不仅质量好 质量好 而且价格是自己造的产品 三分之便宜那么多 甲午战争中 至于远东第一大的舰队 被打得落花流水 就是因为制度的落后 导致了策略指挥 一连串失误的结果 洋务运动 亮亮枪枪 走到三十五年死了 十几年之后 清王朝也挂了 这句话有意思 清王朝自死都舍不得 把辩子剪掉 那只让别人来剪 首先第一 历史不必然有相似性 但历史发展规律 却在一定条件下 是需要发展诡计的近视值 这一点负责官方叙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 也不敢做出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果定 第二 洋务运动是被逼出来的 也逼出了成效 就美国那位汉学家瑞玛利说 一个已经快要崩溃的文明 由一些人的杰出的努力 辉还的努力 忠于实力求生 延续了六十年 第三 切实跟日本明治维新不一样 洋务运动只学皮毛 未处其根本 根本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 那试图走一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 自上而下排斥抵住 失于方化 这一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改革 终究走上失败的不归路 即便没有发生假武战争 最终也会撞墙碰壁 第四 出版马永著作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在邀请于世纯 过前席等人推荐的时候 留下了一行字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探寻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内区率 都是近代中国政治演变的逻辑 第五 最后一句话 我真心的不希望历史 再重演一次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孔末 李ć立正 李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